你 你有心事啊 戴仁哥哥 没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啊 我只是在担心明义大王 昔日 主上只会对下人动手 可万万没想到 现如今 他连宗室都不放过了 现在朝政动荡 我是担心 我们的婚事要补 不行 戴仁哥哥 我知道最近宫里出了那么大的事 大家都不开心 可是朝中的事情 和我们的婚事不冲突 我不许你找借口推迟婚事 我这岂是借口 我自然也想早点将您取入家中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辅佐皇子贤 他虽然身子薄弱 但是意志刚强 睿智聪慧 是不可多得的明君之才 况且 当今主上残暴 我希望 他可尽早去而代之 主上这次 对纸墨大王实意功行 看似是在惩罚纸墨 实则 他是想警示明义 无论谁 在他眼皮子底下 都别想搞任何小动作 可他太急了 这次的动作 反而会激化矛盾 你知道 我们家 从我祖父那边开始 便一直与仁皇王一戏 捆绑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 我又一直是相伴在 黄子贤的左右 倘若就是为他失去了性命 我也在所不惜 只是怕 稍有不慎 便会将你牵连其中 谁怕被牵连 黄子贤是明君 你们男人信息家国 难道我们女人 就必须远远躲着吗 我既然已经决定 要嫁给你 自然就得陪着你共担风雨 您若是说 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就要拖延婚事 岂不是太小看我了 那是我错怪你了 燕燕 那你愿意陪我一起 去辅佐明义大王吗 当然愿意啊 你看人不会错的 你做什么我都陪着你